新一輪電子消費券將於下月開始派發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優安而表示 政府表明希望市民能用消費券 購買日常用品以及防疫用品等等 對售賣服裝、化妝品、珠寶鐘錶等商戶幫助不大 若要整體零售業受惠應該延遲發放 他又表示根據去年經驗 市民取得首輪消費券的反應較刺激 到第二期時消費態度相對謹慎 但仍有助建立消費氣氛 對零售銷售額會有提振作用 但就不會令行業起死回生 政府推出的暫緩追租措施有效期只有三個月 謝優安而擔心會減少業主減租異獄 業界已去信立法會希望維持3加3安排 即措施可以最多延長至6個月 他又指出目前只有一間大型地產商宣布減租 但減幅仍未足以彌補零售額的損失 重新希望業主能以抽成方式 按營業額的比例收取租金 或至少減租一半以上